这个是呢 我们上节课讲的这些个内容 我跟大家一起来 把它念一遍 同学们现在都静音了 你可以自己张嘴给我念 念的话呢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我听了一些同学给我来的发音 发音录音 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就不回了 因为人太多了 有问题的我会跟你指出来 你哪发音不准 但是呢 所有人的发音都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说声音比较 比较小 就是那种胆怯的样子 哆哆嗦嗦 就好像进了瓷器店一样 生怕碰碎了什么东西 希望大家 羊手挺胸 声音洪亮 把它大声的读出来 我们当时 因为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 有那种校园环境 早晨起来六点多 然后到学校的花园 或者找操场某个地方 我们老师要求你要大声的读 不用喊啊 要大声的读出来 为什么 我亲身经历之后 我有这种感觉 就是大声读出来 首先你给自己一个自信 你给自己一个自信 我们学习语言呢 尤其是一种陌生的语言 尤其我们到成年人来学 有的人到中年 甚至都中年靠上了 所以我们会怎么说呢 比较困难 尤其这个张嘴 这个胆怯还是有的 不是所有人的性格都一样 我太太有一个特点 我太太开始学英语的时候 毕竟你说撂下十几年了 那些当时考什么职称的时候的英语 早都忘了 现在重新捡起来 他有一个特点 他敢说 他抓住一个外国人 就跟人家当当当当当的说 也不管人听懂听不懂 这种绝对能把语言学好 你越胆怯不张嘴不行 所以要大家大声的说 好吧 OK 前面呢 浪费一点时间啊 说说我们的学习方法 学习态度的问题 好 我们现在开始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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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t ça v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Comment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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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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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t vous s'appelez-vous comment vous s'appelez-vous je m'appelle je m'appelle s'appeler s'appeler enchanté enchanté c'est Anne QI S C C C S S LUI LUI QA SQ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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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TO FOTO LA FOTO LA FOTO UN FOTO UN FOTO 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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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咱们的单词 好 我们再看一下课文 课文基本上没问题 咱们的这个比较简单 OK 好 我们开始读一下 我带大家读 Bonjour Bonjour Comment vous appelez vous Je m'appelle Anne Enchanté Je m'appelle Pascal Enchanté Je m'appelle Pascal Comment allez vous Je vais bien Je vais bien Merci Et vous Je vais bien Merci Qui est-ce ? C'est Louis Qui est-ce ? C'est Louis Qui est-ce ? C'est Louis Qu'est-ce que c'est ? C'est une photo C'est une photo Est-ce que c'est une photo ? OUI C'est une photo es que c'est une photo oui c'est une photo 好 给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自己面一下 这个课文 ok 好 我们做一下这些个动词变位 然后今天我稍微给大家讲一讲 第一组动词的变位 ok 李老师要帮大家换个方案吗 先不用 我讲一下 我记得上一次跟大家说过这个动词变位 我看看在哪里 以前我们讲过 好 重新来一下 好 我跟大家说一下动词变位的情况 因为我们这个法语的它的动词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它要根据主语的不同 有相应的变化 写法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 这种动词变位呢 一般呢 我们把它分为三组 第一组动词 第二组动词 和第三组动词 那么第一组动词是什么呢 是大部分的 以这个 RF结尾 你看到了吗 这个 这个鼠标的问题 这个R 我把这个大一点 ok 大部分以RF结尾的这个动词 是第一组动词 为什么说大部分呢 那还有一些 它不是第一组动词 比如上面这个 ALE ALE 这种词 它呢 它的变化 是不规则的 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是我们 见到一个 背一个 这是 没有办法的事啊 那么 而且我们一般 很常用的一些动词 有很多 都是第三组动词 就像这三个 第一个呢 是at 是是的意思 就是英语的 如果相等于的话呢 我们用英语做比较的话 它就是b 系动词 is m r 这种词 它有它的变位的方法 ok 还有一个呢 就是avoir 有 有这个词呢 它的出现程度呢 甚至比at 还要高 因为我们很多 时态的注动词 都要用avoir 再有一个呢 我们常用的一个ALE ALE是什么呢 是去 就相当于英语的go 我这一写出来 大家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这样一种 一种很形象的对比 那么at的话呢 我记得 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avoir呢 也讲过了 那现在呢 我把这个ALE 和SAPLE 和大家再说一下 ALE 比如说 Je vais Duva Ile va El va 这是 avoir的 ALE的变位方法 Nos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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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吧 这是这三个词 我带大家读一遍 ALE Je vais Je vais Duva Duva Ile va El va Nos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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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usalé Vousalé Ile vont El vont OK 那现在呢 我想 找同学 把前面两个 at avoir 做一下 动词变位 谁来呀 大家可以自己解开 可以自己解开 自己举手 at和 avua 想做的话 自己去解开 mine 直接就说就行了 好 劉敏来吧 at 是我们老师 对 at 我 我 是 你 是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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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e don i le don non i le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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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oui e va je su tu es il est elle il est nous sommes vous êtes oui 等会儿啊 不好意思 等会儿啊 我一会儿把那个标弄上 i le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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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等会儿啊 这个键盘 这个键盘变化了 这上面有一个 所以这个键盘也不一样 法式键盘和加拿大键盘不一样 给 好 阿卧 谁会 刚才刘敏你注意一下那个发音啊 d u i d u i i le i le 发i的音 不是发a 我来说吧 来 哪位 好 来吧 阿卧 嗯 je t u e e la i la vous are l el vous are ve i le on el 是这么念啊 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这个键盘一直在这条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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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 du 啊 对 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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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写了啊 I la Nu za vong Nu za vong Nu za vong U za vong U za vong W za vong I la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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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g 对 非常好 但是这个zun怎么写 和上面这个zun 可不一样啊 可不一样同学们 你别按着读音说 我写那样 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avuage的同词 z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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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发zun的音 i le zun i le zun i le zun ok i le zun ok 好 那么 这是我们之前遇到过的 很 之前我们遇到过的 这三个动词变位 非常基础的 三个动词变位 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无论如何不能忘记 ok 好 那么呢 下面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正式接触一下 第三组动词的变位 对不起 第一组动词变位 咱们说太早了 那还学不到第三组呢 supply 这个呢 有一点复杂 为什么复杂呢 大家注意啊 首先一个呢 这个s 它也是一个圆形 它实际上是 我们叫做自反代词 整个这种动词呢 在英语当中是没有的 中文也没有 它叫代动词 代替的代 代动词 所以我们在变位的时候呢 是这个样子的啊 首先你这个根据主语的不同 你首先要把这个代动词 就是那个s 本身这个s是s e 它是自反代词 因为后面这个apply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是a 所以两个原因碰到一起 怎么样了 书写上怎么样了 就要缩合了 然后呢 re要写成me re 然后 du de i l se else 后面再加上动词的变位啊 然后呢 nou nou v v 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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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都是自反代词s的变化方法 根据主语不同 它会写成re me dude 就这么连着念啊 连着念 re me 什么什么 dude e lse e lse 什么什么 后面 就是第一组动词的变位了 我们 跟大家说一下 它的规律 是什么 它的规律是什么 一般来讲呢 它都是以 re me 和结尾的动词 是第一组动词 我们呢 把re me 和去掉 后面呢 按照re due i lse l也一样啊 i lse i lse due i lse i lse nou ru i lse 的顺序 把后面的词尾 添加成什么呢 添加成re 这是一个 re s 这是一个 再一个re 然后 再一个ons 然后 rez 然后是ond 那怎么理解 怎么理解 举个例子 这个动词 老师经常 它是最规则的 巴赫雷 说话 speak 说话 巴赫雷 那么它的变化是什么呢 re 巴赫雷 你 巴赫雷 你 巴赫雷 上 后 我们 巴赫雷 你 巴赫雷 这是最标准的第一组动词的变位 这是标准的第一组动词的变位 大家看到了吗 给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 大家念一下 我带大家先念一遍 巴赫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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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都张嘴 先听我念一遍 先听我念一遍 然后自己念 je parle je parle du parle du parle il parle il parle nous parlons nous parlons vous parlent 阿在的结尾 发A的音 不是I 是A Nu parle Nu parle 是这个音标 看到了吧 Nu Vu parle 到这儿 大家注意啊 Ile Bahle 为什么呢 因为辅音字母在结尾 不发音嘛 阿呢 让前面的辅音发音了 实际上我们来讲 按照发音来讲 re du Ile 和负数的Ile 他们的发音 他们的发音在第一组动词来说 大部分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音 如果你说话的话 你不写 你实际上都应该是发成一个发音 re Bahle du Bahle Ile Bahle Nu Vu 然后 Ile Bahle Ile Bahle 只是 Nu Nu 和 Wu 的发音 不同 Nu 是 Ong 的音 结尾 Wu 是 A的音 结尾 OK 好吧 好 现在给大家 两分钟的时间 自己体会一下 自己练一下 i Pahle Ile Pahle Then Je Pahle Ile Pahle bullets 你 我们 你 我 我 如果你 我 我们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Long 不是 Leng Long Nu parle LONG Il parle 你都念出来了 Ile parle Ile parle LONG Ile parle Nu parle LONG Nu parle LONG Nu parle LONG 把那个Bahle Nu parle LONG 这个就发音的 要写一下 Nu parle LONG Nu parle LONG 这是它的发音 我找不到那封 就是我拿这个代替吧 不行 这还是法语键盘 这也不行 我拿这个代替吧 就是 富士兼人称Bahle 这个呢是 那个老师那个 Bahle 我写不 南他的那个 富数的那个Bahle 怎么 南他的富数 你是说这个吗 他们 他们 对对对 那他富数 那这怎么 Bahle 别着急 别着急啊 同学们 别着急 你现在看我 我给你们做一下 你就明白了 在我用图标 标示的这个里面 后面这个单词的发音 都一样 明白了吗 我刚才说了 只有Nu和Nu不一样 这个的R的发音是RBahle 他的音标 应该是这样的 Bahle Bahle 这是他的音标 Bahle 对 那么同样 D呢 D也是Bahle Ele 也是Bahle 这个Ele 也是Bahle 全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福音字母S 像这个D 福音字母S 在单词的结尾 发音吗 不发音 那么 这个两个一样是 发音吗 不发音 我们只能那么记 明白吗 但是有的情况下呢 你像这个R A 是另外一种组合了 但是不是 他这个发音 就比较特殊 Bahle Ele Bahle ReBahle DuBahle Ile Bahle Ile Bahle 到复述的时候 仍然是 Ile Bah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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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唯一就到了 Nu 就成了 Nu Bahle Long Bahle 这个 这个 我写不出来 这个音标 上面有破字号的 Bahle 对 而这个呢 是Bahle 这是他的音标 Bahle 那么老师 富数第二人称和 动词原型 这两个Bahle 是不是一样发音啊 没错啊 没错 非常对 他的发音 就是你这个 一样的 一样的 那么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发音的 那个 上面加一个斜杠 往右上的斜杠 是一样的 太对了 比如说 你们现在没斜到 没斜到 比如说你要说这个 对不起啊 我这键盘又得变一下 你是说这个吗 对对对 对 他们的发音 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这个词是什么呢 这是他的被动式 就这人被人议论了 很久 被议论 被谈论 就是 要写成这个样子 他们的发音 全是一样 那么有的机灵的同学 就开始犯愁了 那我听的时候 怎么办呢 听的时候 你就要有很深的基础 自己能够分辨出来 他说的究竟是 哪一个单词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规律 就是说 用动词原型啊 我们法语叫不定式啊 用这个 比较少 而说 这个巴赫雷 他基本上都跟着主语 所以还是很容易分出来 但是初期的话 我们 初期阶段 刚开始接触法语 确实 大家有点 混乱 这是正常的 别着急 用时间来解决一切 好吧 谢谢 时间解决一切 那没办法 那自我安慰 没能怎么办呢 对吧 正常的啊 我们上学的时候 比这还苦 很累 好了 很累 不过你解释很清楚 谢谢 真的 你就说 复杂的 先不说 先说简单的 然后就觉得 很容易进入 对 应该是这个样子 如果说 我先把复杂的给你们 像今天我做的事情 实际上就是 先把复杂的给你们 然后说复杂的 但是整体上来说呢 我们现在就要看到 这个复杂的了 现在这个就是复杂的 就是supply的变味了 supply 为什么我前面 铺垫了这么多 因为我要讲它 讲这个词 这个词呢 又有个带动词 又有个自反带词 然后呢 还有缩写 对吧 还有缩和 而且它的变味 大家注意啊 还是不完全规则的 第一组动词 我写下来 大家看一看 好 好 看到了吗同学们 但是这里面呢 大家要注意 没写完 这是原因 对吧 所以呢 它需要 这样 这个也要 好了 这是真正它的变位了 而它的变位当中 大家注意看到了吗 它结尾是要把那个 爱了又写了一遍 不是简单的 像我们讲就加上 当然总体是这样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 除了Nu和Wu之外 它最后的时候 又要把他最后这个 这个爱了 要重复一下 但是它怎么念呢 它的原型叫做 而这个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 口语当中学的了 我叫我叫 我叫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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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 她是符合第一组动词吗 符合 但是完全一样吗 不一样也有特殊的 她就是把这个爱了要多写一遍 看到了吗 但是到了怒和乌的时候 又不多写一次了 同学们会问我 怎么办 没办法 背一背 死记 老师什么时候要用这个 反生带紫色 光是带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这是一个好问题 你就记住 它只是长的 不一样 它本身就是一个动词 它就是一个动词 它和巴格雷一样 就是一个动词 比如说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动词 名叫什么名字 这个动词就叫做 sup play 不要拆开 很多的这种带动词 拆开就不存在了 没有意义了 明白吗 有的可以拆开 有的是不能拆开 大部分是不可以拆开的 可以拆开之后 比如这个 up play 这个词 在现在法语当中 已经失去它的意义了 最简单的一个意思 就是不存在了 我只能这么告诉大家 不存在了 所以不能拆开 就好像这个人 人家长得就 怎么说呢 他长得就这样 你就把它看成一个动词就行 只不过这个动词是个 就像我们的人名 姓张姓李姓马都有 人家父姓司马 那司马是不是一个姓人 是 OK 那你就当成一个姓人来对待 同样这个动词也是 你说我什么时候用带动词 不是什么时候用的问题 是你说到这个动词 它本身它就是个带动词 比如说 我名叫什么什么 它就叫sup play 还有我们说起床这个词 斯勒位 斯勒位 它就叫斯勒位 好吧 所以说 你就记住 这个动作所对应的法语 那个单词就这么写 只不过 人家是父姓 人家是父姓司马 人家父姓欧阳 就是这么理解 它就是一个姓 你把它不能拆开 拆开 很有意义了 好吧 我们继续 这是动词变位在这儿 然后贯词我们讲完了 疑问句 疑问句我们上次讲过了吧 我记得讲过了 特殊一文句没讲 对 特殊一文句没讲 讲到一般一文句了 这几种 讲 特殊一文句的几种变化方式 最简单的 就是陈述句 后边加个问号 把语气上扬 du and still du and still 你有一支笔啊 别蒙我 在那放着呢 du and still 这是一种陈述 du and still 你有笔吗 借我用用 du and still 扬声 上去 OK 再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把主语和动词颠倒一个位置 在它们中间加上一个连字符 同样后面加上问号 语调上升 sie monsieur Luc 这是Luc先生 s monsieur Luc 这是Luc先生吗 一个问号 解决了 当然如果说 像我后面举的例子 il and livre 它有一本书 但是你颠倒过去之后 这个a和il 它们属于两个原因字母连在一起的 不行 中间我们加一个day adil and livre adil and livre 它有书吗 别的孩子都有一本书 它有吗 adil and livre OK 第三种变化方式 实际上也很简单 你只要把这个s歌记住了就行 后边还是陈述句的句式 只是加问号了 s anias s anias we say anias 这是一般疑问句的形式 特殊疑问句 特殊疑问句 大家注意了 我们在英语当中的特殊疑问句呢 也和英语和法语的差不多 首先一个呢 我们要有一个特殊疑问词在前面 对吧 后面我们加上一般疑问句的那种句式 就可以了 但是啊 你第一种就是一般疑问句的 就陈述句不变 直接加问号那个 那个不适用这 适用于什么呢 加s歌的那种变化方式 加主位颠倒的那种方式 OK 就可以了 举个例子 大家看这个 Musser Luke Var Al-Aiho-Borg Aiho-Borg 飞机场 说是Luke先生啊 去飞机场 那么主位颠倒之后 他是什么呢 他是 Var Musser Luke Aiho-Borg 对吧 那是一般疑问句 但是如果是特殊疑问句 特殊疑问句 所谓特殊 就是句子当中的某一个成分 不知道 我们对这个成分发问 比如说 Luke先生去机场 去哪儿不知道 那么 哪儿在法语当中 表示地点呢 这个动词 特殊疑问词是什么呢 是这个 大家看到前面我写的这个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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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 V V Musser Luke 就是这么一种变化的方式 这个是 我觉得应该比较简单 你会了一般疑问句之后 把特殊疑问词放到最前面 后边是一般疑问句 就OK了 然后把所问的那个部分去掉 你不能说 V 不可能 对不对 你这个 是不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他去哪儿 所以才用这个 V来替代 就像英语的 Where 这是这种情况 那么 给大家几个特殊疑问词 和法语 英语和法语对照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学的时候 我们叫处类旁通 举一反三 这样的话能联系起来 比较好 比如英语当中的 How 法语是高茂 How much 是公别 这个词念 公别 别 我们强说 太别 非常好 太别 别 就是这个词 那别 别 一 恶爱 这顺便给大家扩展一下 别 念相当于英语的 Will W E L 我提前说一下 不解释了 你记一下就行了 然后 Who 是 G What 是 G Where 是 W When 是 G 最后这个法语单词念 G 什么时候 OK 好吧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 一个特殊疑问句 讲的第一组动词变位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这第一组动词变位 法语浩如星海的动词变位当中 第一组动词变位是大多数的 是大多数的 我们当时我们班主任说了 说一句不客气的话 今天早上吃了什么忘了 可以 第一组动词变位不能忘 忘了你就别学了 这是我们老师当时告诉我们的 吃什么可以忘 动词变位不能忘 你晚上做梦 不管 但梦话一定要做动词变位 我们当时八个人一个宿舍 那真有我们的同学那哥们 晚上做着梦 说梦话都是 热白 嘴巴 嘴巴巴 我们要都磨正了 这就是学法语 我们就要到状态了 好来第二天我们老师一听 嗯不错 到火候了 到火候了 挺好 希望大家在家里做说梦话 也做动词变位啊 好了 下面呢 我看看时间还有十二分钟 我们有几个小练习 和大家呢 练习一下 我找一个 可以 这都是动词变位的 我们还是按照 顺息来 后面呢 是 灌词的 灌词 定灌词呢 我们上次学了 定灌词啊 不定灌词啊 OK 好 我们先不着急 先看这个 这句 就是把下面的句子 写出相应的问句 我们呢 把这个作业呢 留给大家 大家可以课后写 可以在 一会儿在课堂上 可以自己看一看 先 把这些个词 把这些句子 先做成一般疑问句 那很简单了 一般疑问句的几种方法 你要会啊 你别最后给我来一个 全都是 又要是完事了 这就不用你做了吧 这谁都会啊 这个 我就改成个问号 然后语调一上扬 这种练习方式 咱就别给我 来这个了 这 这不行 这个啊 这不算数 这属于玩赖 这个 不行 那我们做什么呢 啊 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 把主位 颠倒过来 但是跟大家说一句啊 比如说 这第一句话 我去用词 你不能说 没有自己问自己 我去用词 有同学抬杠 我自己 闷心自问 我说闷心自问的事 你就别问我了 自己问去吧 那你就要把主语改成什么 大家都会玩这套游戏吧 小学生 学英语的吧 改成 对吗 对吧 对啊 OK 好 或者说 这先是啊 变成一般语文句 有的能变啊 有的可能变不了 然后 再根据这个句子 我给大家的 你自己来分析 它的问句是什么 实际是让你根据 他现在呢 回答出来的这句话 把它的问句 找出来 比如说 大家看第五个 第五个就 基本上不 不可能 呃 变成这个 这个一般语文句啊 S S 是我吗 那成龙演的电影呢 我是谁呢 对吧 但是呢 你肯定知道 它的特殊语文句是什么 对吗 哎 我提醒一下啊 大家自己找去 这刚好是我们这篇课文里 有讲过的 下面基本上都是这种形式 OK 这是我们第二个 第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呢 我会发到群里面 发到群里面 我会把这几个PPT发过去 这一部分 快讲完了 下面第二个是句型练习 你看它的例子是什么 il va a bahi 实际上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让你根据这个句子当中 缺失的部分 把空填上 实际上就是让你 把va 就是ale ale 这个词写进去 但是不要忘了 后面呢 根据主语 后面根据这个地点的不同 用的介词 不一样 用的介词 不一样 这个介词 大家注意 a 就念 a 就念 a a本身呢 在英语当中呢 它特别 它有很多含义 其中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 它就是相当于英语的to go to school 那个to 就是a的第一种 表示方式 还有其他的吗 也有表示在什么什么地方 比如at 相当于英语的at 这个a的含义很多 比如第一句话 Lidia 那后面什么 va a begin va a begin 这个我得 va a begin 这三个全是城市的名字 对吗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 在城市的名字前面 大部分啊 我们都要用的是介词 啊 有特殊吗 有特殊 倒是在说 不着急 好 那么 后面这两个就不一样了 它是什么呢 它是国家的名称 国家的名称相对于复杂一些 啊 加拿大 大家注意 加拿大这个国家 是属于阳性的 阳性的名词 所以 reway or Canada 实际的它的写法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 a le Canada 加拿大是阳性的 对吗 所以 a 加 le 那么 a加 le在法语当中 我们要把它 缩合成 o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就这么记 啊 就这么记 它的念法是 o nou zale nouza lun o canada nou zalun o canada 所以用的是o 那诗语呢 中国是la诗语呢 是阴性的 阴性的 你说 阿拉 阿拉 是呢 吗 no 它不是阿拉 是呢 它用另外一个介词 on 在阴性的国家名称前面 它用的是 on 在阳性的国家名称前面 on 它用的是o 我把由来给大家讲了 但是你最后记 你就记 阳性的国家名称前面 o 阴性的国家名称前面 用介词 or 有特殊的吗 当然了 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东西 肯定有一两个例外 那谁呀 那就是我们南边的老大哥 美国 它是 富数的 他叫 Ada Zini Ada Zini Ada Zini 叫合众国嘛 各州联合的意思 Ada Zini 它前面的 我们要用了 另外一个介词 or re or Zida Zini 这个or怎么来的呢 是 a 加上 lay 得来的 后边 我会给大家详细的讲 今天就是提议嘴 但是呢 大家要记住 在 今天要学的要点 就是 在城市的名称前 你记住 要用介词 a 要用介词 a 国家的名称前 分 阴性国家 阳性国家 和 负数的国家 比如说 美国 英国也是 联合王国嘛 对 用负数 a 这个 是我们讲 介词的一种方式 这种介词 为什么会有介词呢 如果没有学过英语的同学 那我们讲起来 这个事情就比较 这故事就比较长了 对吧 如果学过英语的同学 那你很明白 比如说at in on 在什么什么里面 在什么什么上面 等等等等 包括英语的to 那么大家 就会理解了 他表示的是 动作的 趋向性 或者是位置 等等的 这一种词 它是一种虚词 没有实际意义 但是 缺他不可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还是要把它翻译出来的 有的时候呢 在翻译当中 看不到这个词 但它已经蕴含着意思里面了 比如说 我去多伦多 那动词是去 去到哪儿 那个点是什么呀 那就是啊 Toronto 好 这是我们第二个练习 第三个练习 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做 就是 你在下面这些词的前面 把它的不定贯词写上 这个怎么办 你可以查字典 自己练习的查字典 那现在已经不查字典了 对吧 都在网上Google里面 就直接可以找出来了 那么你所做的就是 会把这个单词读出来 同时最主要的是 你要知道这个单词的阴阳性 然后前面选上 不定贯词 最主要的就是让大家记下来 它的阴阳性 比如这个 Fie 是女孩 那不用想了 肯定是 Une Fie 对吗 Une Fie Garçon Garçon 男孩 就是boy的意思 那肯定是 Un Garçon 好吧 那么回头我把这三个发上去 希望大家把今天的 好好记下来 尤其是中词变位 好吧 我们今天的课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很喜欢听你的课 你讲的很听 谢谢 有潜度 真的很好 谢谢 有什么要求你们在课 你就说 好吧 recording stop 好 再见 谢谢